差不多了 也该突破真气境了 经过这半年的打磨 不但把之前修行过于急促 所造成的一些隐患彻底消除 也使得无上无体 趋近于完美之躯 糟了 虽然我知道自己静身真气静 会纳出不小动静 但没想到造成的破坏会如此惊人 还有这扩张至百里的丹田 不知日后需要消耗多少资源 才能填饱它 这身衣服看来是彻底报废了 在玄剑宗内 师妹只能通过贡献值兑换资源 而贡献值则需要做任务换取 楚师兄 令雪师妹 你怎么走路老是悄无声息的 吓我一跳 恭喜师兄突破真气境 有什么好恭喜的 半年才突破真气境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爬上 清传弟子的位置 西门师妹 不得无礼 楚师弟不要见怪 西门师妹向来心直口快 并无恶意 哼 无妨 无妨 楚师兄 我加入了紫霞社 晚师姐刚接了一个丙级任务 这个任务是击杀一条肆虐人族城池的血蟒 实力差不多是人族舞者 真气境五重的修为 楚师兄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好好啊 我以前没有接过任务 对于这些东西并不熟悉 和他们一起去 全当是历练一番 血蟒凶猛 以楚师弟这修为跟着过去 莫不是要给那血蟒加顿餐 原来你就是楚剑丘啊 区区真气境一层 竟也能当上清传弟子 就是啊 韩师兄可是真气境四重 也才只是内门弟子 某些人走后门也别太明显了吧 能和韩安姨混在一起的 果然也只不过是些跳梁小丑 晚师妹 这血蟒可不好对付 不如加上我玄音社 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这韩安姨并非善累 之前有好几个紫霞社的姐妹 都被她给害死了 这次指不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晚师妹 你若不答应 长老那边可不好交代啊 这次又在拿她那位长老叔叔威胁人 真卑鄙 好吧 我们就一起同行 据当地村民的说法 那妖物的老巢就在这雾虎山上 等等 怎么了楚师兄 可是有什么异样 这附近的妖气有些不寻常 恐怕那血蟒 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建议先停下 仔细探查一番 楚师弟若只有这么一点胆子 当初就不该跟我们来 行了行了 赶紧上去展览那妖物 好回去喝庆功宴 跟这废物啰嗦个什么劲啊 让他自己留在这里 我们走 楚师兄 我听你的 那畜生的老巢到底在哪儿啊 老子肚子都饿了 你们现在找我吗 这不是普通的妖兽 是化心打药 师妹 这两道符能保你不受妖兽欣喜 你留在这儿等我回来 师兄 这是要去找吻师姐他们 不错 那妖兽的气息非同寻常 他们肯定应付不来 师兄 他们如此刻薄你 你就算去了 他们也不会有好脸色的 不如和我一起留下吧 大家毕竟是同宗弟子 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不管 况且这妖物为祸一方 就这么放任他肆虐下去 也不行 放心 我自有保命的手段 等我回来 听说化行打药的实力 相当于化海禁的强者 韩师兄 怎么办啊 该死 早知道这样老子打死也不会跟来 所以宠剑秋说的是真的 我们刚刚就应该听他的才对 大家不要慌 只要我们联手冲出去 他也不一定能拦得住 冲出去 你们以为还逃得了吗 也不看看四周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 妖阵 完了 这种级别的妖阵 等凭我们根本破不开 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只是吞食一些凡夫俗子 真是乌顺脚头 也只有你们这些血气充沛的武者 咱们让我大补一番 不 不 不 光举定 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